来自台中太平头边坑的客家社区工艺太平兰 受邀在纽约举办蓝染工作坊 现场报名人数相当踊跃超出限额 会场中除了展示许多蓝染的成品以及扎染工具外 太平兰也带来数件大型蓝染的经典作品 透过建成的山水、飞鸟以及稻谷等花纹 展现蓝染精致工艺的客家美学 这一次我们跟大纽约客家会合作 一起邀请我们的太平兰工坊 台中的太平兰工坊到我们潮州中心来 特别做两场次的一个工作坊 甚至我们太平兰还特别为我们中心设计了一个山水的一个 在我后面这个山水的一个大型的一个蓝染的一个作品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他们的到访 也可以把文化带到我们的纽约社区来 这次蓝染工作坊的幕后推手之一 是在美东大力推广客家文化的大纽约客家会 大纽约客家会是联合国的附属组织 曾经在台湾市集推广客家雷查 目前专攻社群媒体吸引年轻族群 向不同世代推广客家的文化传承 现场超过60位参与工作坊的学员 以弹珠或冰棒棍等扎染道具 将手中的白布重复染色三至四次 体验曾经一度失落的客家蓝染文化 最终学员们的成品都各自呈现独特的晕染图腾 中央社记者钟佑珍纽约报道